香港经济转差,偏偏住宅售价却不跌反升,差股署公布今年2月份私楼售价指数升约1.3% 而更贴使的地产代理数据则显示,二手楼价指数按周升1.52% 创近一年最大升幅,可见,去年末季受中美贸易战影响,香港楼市一度出现调整,但省眼间已完成 如今升势再现,且上升速度正在加快,在港府预告今年私楼供应有减无加,以及美国以停止加息之下,香港楼价廖将继续与经济活动背持,而升难跌,港人要挨贵楼,进遣房屋政策失败,政府若再不心切反省,务实行事,继续争论于如何长远造地,或饼充饥,只怕港人的容忍度有极限。 早前政府财政预算案披露,4月起计的新财政年度,私人房屋土地潜在供应可供兴建单位紧1.55万火,较上一年度的2.55万火明显减少,供需失行问题日趋严重,偏偏遇上美国联储局暗示今年内不再加息,且计划暂停缩表收水,而利率期货显示,市场预期联储局年尾减息的机会已升至六成。 此外,中国次贵将进行大规模减税降费,变相向市场释放于2万亿元人民币资金。 全球两大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再度变得宽松,通街平前势必一再激化资产泡沫。 另一方面,楼价指数虽升,但租金指数却年跌4个月。此其一反映租金难以继续与楼价同步向上。 物业投资回报下降,指示因低息环境下。租金回报基本上仍能勉强抵消供楼成本。 楼市仍是资金谋出路博升值的最佳选择。 其二则反映在经济景气转叉之下。市民的租金承担能力相应下降。 最惨是草根阶层的无力上车。 轮后供屋又不知等到何年何月。日子必然更难过。 如今事实证明,楼市辣椒无助押益楼价。 虽然港府希望利用空置税百市发展商家快卖楼。 但其实4.3%的空置率不算高。 尤其是去年房屋供应明显增加。 装修期也可能令去年底的空置量计算有偏差。 实不见得楼价失控的精洁事源自空置问题。 港府出这些花招反显得既窮。 目的在于转移市场视线。 最怕是当发展商清理货美后。 未来在申请预售楼花上又遇上审批津颈。 以至减慢整个市场的供应量。 甚而将税项成本转价买家。 届时只会适得其反。 楼价失控。 港府虽负最大责任。 若然年内香港经济进一步转差。 就业市场急转值下。 楼价继续没原没了地飞升。 市民生活只会百上加根。 港府不知反省。 在防策问题上继续眼高手低。 最终恐要为贝尼文义付出代价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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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在做什么? 我们在做什么? 每天下一次种育续眼镜。